OK兄弟们大家好,我大炮啊 今天的话这把比赛的话是解说我们的雪山第一天宫 应该是跟对面应该也是魏洪峰的一个大弹官府打的一个比赛啊 我们来看一下两边凌元都是特别厉害啊 一边是巨剑一边是天天因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哪边能够赢啊 我还是比较看好天宫能够赢比赛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宫的法术才还高不高啊 天宫的话没有选择起天神 对面的话法术反育非常高啊 起了安安神爵之后的话估计还有法盘凌事 关键盘的宝宝有高级毒 先给对面挂个高级毒 对面的话这一把PK的话变了一个巴蛇卡片 看见没有 他变巴蛇卡片 他应该是进入战斗 没有变卡 然后的话发现关键盘宝宝有高级毒之后的话 带了个神木面具 然后的话再变了一个巴蛇卡片 对面的话吸血 吸了两千点血 吸血的话是吸五分之一 那可以得知 就炮哥的数学特别好嘛 可以得知观战班的话 差不多就是一个一万点血 一万点血的一个属性啊 观战班加关辉 要起天神啊 为什么不起天神呢 大弹关佛的话是肯定是要拖臨远的呀 对吧 起天神 宝宝的话有一个隐身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起天神之后的话 三怎么样 五列红顶 二千四 对面后发自然应该会有一刀回血 一千四 对面的话 笑一残刀 去笑对面的一个吸血啊 观战班 对面的话平砍叠漫天了 一刀能砍个900点血的话 那把漫天叠好的话 三下也不低啊 对面的话起安神诀 温洪峰的战术主要是要靠拖 你懂吧 他先要把这个回合数给拖起来 对吧 前面的话 对吧 起一起安神诀啊 吸一吸血啊 来缓解自己的一个大惊的一个压力啊 比赛的话第16回合 对吧 先吸一吸 五列红顶 这一把的话是没有轰进去啊 我觉得 哎哟对面17回合就接剧剑了呀 就是 卫红峰玩这个大弹光斧的理解 跟别的人玩大弹光斧的理解 真的是不一样啊 就对面看观战班没有配数的时候 17回合就接剧剑了 18回合展出观战班的一个人物的一个163 我觉得19回合要接横扫仙军嘛 以我对卫红峰的了解来说的吧 19回合换顺法了 他觉得换顺法伤害可能会更高一些 观战班的话要换个配数嘛 对吧 观战班 哦观战班刚刚那一把可能是人物按防御了 对面直接换顺法 换顺法的那一回合观战班人物是按的是一把防御 但是发现对面换了个顺法 鬼红红PK还是有东西啊 不过这个时候0元用完了 开局的三把斧的话 换点0元一把顺法用完了 那兄弟观战班这妈三 我 没有ISN绝 链垫垫死兄弟们 比赛23回合一点奇面都不讲啊 兄弟们真的